剛才我們做這張圖之後 儲存了按完成之後 它等於說就是有點好像取代了舊的圖了 可是如果說你會覺得說 雖然那個舊的圖是可以復原回來 可是你會覺得說 我希望舊的圖也要同時存在 我另外新做好的剪輯出來的圖 我也想存在 那當然也是可以 就像剛才比如說我點了這一個 然後我做了修改 然後我用這個旋轉 我用旋轉跟裁切的功能 你看我旋轉了一點點 然後我可以按這個 右上角左上角等等的這幾個點 左下角 我來做個 假設我希望這個板子能夠 我這樣子也要呈現一張圖 第一個 調好之後 你要的地方調好之後 按完成 按完成之後 接下來這個地方 不要急著按它這邊的完成 這邊有三個點點 點一下 儲存副本 OK 點下去 不用取名字 它自然幫你產生 來看一下喔 我倒退回去 到這個Google相簿這 這張圖是我剛才的 原始的 奇怪 我不見了 剛才我有產生出來的 我換一個 我用這個好了 比如說點進去 修改 好 然後我用這個 調整一下 好 假設這個是我要的 我就按完成 完成之後 三個點點 選儲存副本 OK 其實基本上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 我回去 但是 還是沒出現 中間這個 對這個 所以這個 才出來 就變成這樣 這個地方 OK 所以各位試一下 儲存副本